大家好,欢迎收看一秒说电影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女王冒险求子 用丈夫还来儿子的故事 在一个小国的王宫里 马戏团小丑调动全身搞笑戏包刷火宝 看戏的女王却始终一脸愁晕 怎么都冷合不起来 当她看到一个演员不小心暴露了孕妇身份 随即去姑姑跑回房间乱摔东西 埋怨自己连个孩子都怀不上 整天跟国王哭哭啼啼 有个巫师听闻此事 跑到王宫一本正经表示 杨间来个人,阴间去个鬼 小二孩子就得以命换命 因此需要国王勇于冒险 斩杀海怪获取心脏 再由未婚女仆烹调心脏 女王吃了保准如愿以偿 生个大胖孩子 同样渴望孩子并且爱惜如命的国王 甘愿用生命换来夫妻俩为人父母的机会 而女王在国王断气那天 却一滴眼泪都没流下 仿佛死去的仅是一个普通的卫兵 她拿到海怪心脏 就找了个身子干净的女仆熬制怀胎神药 不料女仆在烹饪期间 仅仅只是闻到气味就把自己的肚子高大了 不久吃下海怪心脏的女王也成功怀孕 还和女仆同时生下一个长相神通部的白毛男孩 此后对16年里 女王脸上多了笑容 但儿子大毛经常利用迷宫游戏甩掉女王 专门跑去跟女仆儿子小毛骑马交游 两个男孩轻如兄弟 每到这时女王就会责怪女仆 警告他休想靠地位低限的小毛跟自己攀亲戚 尽管大毛被女王禁止与小毛来往 两兄弟还是会私下一起玩耍 搞得女王勿把流行王宫的小毛当成自己儿子 但在和小毛接触后 他还是看出了端倪 于是跑到儿子请宫外偷听强叫 当听到两兄弟穿夺着轮流当国王的事情 女王怒从心起 对小毛起了杀心 为了让大毛安心继承王位 他暗地里下狠手 逼小毛离开王宫 独自去深山老林探险 临别时小毛告诉大毛 如果树窝里的水流清澈 代表自己平安无事 反之就是有灾祸上身 大毛便时常守在树窝旁 驱赶一帮熊孩子和家庭 保护水流免受污染 不料有一天水流变得浑浊不堪 大毛担心小毛安危 当即头也不回地离家出走 前去营救小毛 女王发了疯似的 亲自带兵死处搜寻儿子 到头来一无所获 他只好立即召见巫师帮忙 即便知道想从巫师手下实现愿望 就得付出惨重的代价 但为了挽回儿子 女王一无反顾 没几天 困在山洞里的小毛被一头怪物袭击 他拼命挣扎放声呼救 眼看即将命丧怪物手中 碰巧在附近转游的大毛 听到呼救声迅速闯进山洞 并且一束叉结束了怪物的性命 之后大毛的小毛回家 让他与女仆重去 而那只死去的怪物 竟然现出了女王原形 女王就这样孤独的死去了 原来他付出的代价 竟是变成怪物 这是奇幻电影故事中的 故事里的一个剧情 女王展现出的母爱太过疯狂 以爱之名 限制了儿子过多的自由 把孩子抓得太紧 反而酿成了悲剧 好了 喜欢一秒说电影的小伙伴们 欢迎关注评论哟 比星星